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星期,日华牧师继续分享 完解香港乱象、神知事点看棋局的信息 问题一,日华牧师于过去的示威和暴动期间 整个香港旅游业均大幅下降 甚至有商铺的收入下降了七成 按照牧师的估计,现在的趋势再发展下去 会对香港的经济、商店、消费市场有什么影响呢? 答案是,现在普遍被煽动出来暴动的 也是新一代的年轻人 他们不是企业、大财团的老板 所以,他们的行为会导致一群 原本安居乐业的人受到极大影响 但是这帮成年人,甚至拥有奢侈生活的一群 他们只能够密密承受 而作为商场,他们要做生意 因此,顾客永远是对的 所以,他们也必然会站在黑衣人的立场 针对政府和警察 所以,事情发展下去 在美国的预计之内 就是要毁灭警察 虽然,奢侈派的一群 会希望市面稳定、平静 他们才可以生存 所以,他们必然会支持警察 并且依赖警察去保护他们的家财 但是,他们也因着自己的生意 而不能公开支持 但是同时,政府又因着旧思维 因着旧有思想模式下的陷阱 而看不到美国是针对警察 的原因导致今次的事件 并且,应用我们所提供的熟灵答案 到那时,事件才能够解决 问题二,日华牧师 在这几个月 社会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当黑衣人制造社会混乱的时候 一些地产商的商场 禁止警察进入 但是过了几天 这些地产商却是站出来谴责暴徒的行为 为什么地产商会对黑衣人 有这种矛盾的心态呢? 答案是,原因 现时的局势 迫使每一个人都要表明他们的立场 地产商为了保护自己的商场 当然要站在黑衣人的立场 因为,就算得罪警察 他们也要继续执行职务 然而,我们也要反思 其实,人因着生存 始终需要采取一个立场 但是当采取立场之后 也会有利害关系和得失 而在这次事件中 这些人所选的立场 其实并不会带他们上天堂 而是落到地狱 所以,他们是两边不讨好 然而,我们能够轻易持守正确的真理立场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于1996年 商量水事件中 愿意选择站稳直到现在 问题三 现时,如果中国于贸易战全面向美国低头 那么,中国的局势和经济发展将会如何呢? 答案是 于大棋局中 其实,无论中国是不是向美国低头 美国亦会以香港引爆全世界 而深圳就是首当其冲的地方 会复制香港的暴动 被黑衣人渗透 所以,假如中国让步的话 这样就只会令到中国折折后退 因为中国越让步 美国的要求就越高 目的就是要引爆香港和中国 然而,直到我们如约室一样 被法佬放上高位 人民借着我们的主日分享和精华短片 知道真相的时候 整件事也会解决 原因,连美国freemason的布局 也是为着让我们能够上位而做 正如七年封年,七年放年 四马的破坏也是神所设计 而最终,中国会诞生最后的大复兴 并且,中国也会知道 教会并不是西方 用来煽动中国人民的工具 今个星期,日华牧师将会继续分享 《完解香港乱象》 《神知试点汉奇局》的信息 电视频 电视频 引发,杉usted 黑ン 电视频 引发,杉usted 儿 中温 电视频